歡迎收看福祉樂園 我們在七十年,你又見面了 今天一開始,崔隆太家說 我們十來,你接收音樂園也好 也會議員團體也好 我們剛才看到當中的音樂園 有興奮 不過在日本的時候,我們替一拜接收 這個銅館五重奏 他們叫金喇叭銅館五重奏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他們 但是他們給了我很多很多的驚喜 怎麼說呢,他們剛結束四周年的巡演 沒說到,先來看西竹年的樣片 看他們這四周年的影片 有什麼樣的驚喜給你,請看 我也是第一次拍攝 我也是第一次拍攝 我們今天來出來分享 金喇叭銅館五重奏給團中 還有裡面的首席上帝英豪 兩位來賓來到現場 我們先來介紹的就是我們的首席小號 也是我們的團長,余尚俊 我是金喇叭銅館五重奏的團長 然後我叫尚俊 然後我很開心可以來到這邊 然後去做一些跟哲偉哥的一些 互動這樣子 我覺得還滿開心的 歡迎你來,歡迎你來 謝謝 另外一位,我都要講首席 不管 首席上帝英號手,吳松庭 大家好 我是金喇叭的上帝英號研究家 我叫吳松庭 大家好 歡迎兩位 這個,誰是客家人 我 你是哪裡的客家人 應該算... 梅縣 不用回說到那麼久 好 中立,那中立 你小時候住哪裡 就中立 就從中立,中拉 酸同胸 那現在還聽得懂嗎 還可以說嗎 聽得懂 應該要多講幾句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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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拉 另外這個,我們的吳松庭 松庭是哪裡人 我是英哥 音哥 音哥 一個中立,一個音哥 雖然講起來好像很近 其實有點遠 你會想怎麼關係 怎麼認識的 我們以前是 其實我們以前是在一個樂團 中立有一個平盛的基因館樂團 在那邊認識 然後我們就是以前在那邊工作 吹樂團 然後後來出來大家一起組 然後組成這個金喇叭 同胸五重奏 對 不過我比較好奇 我們剛剛看到影片對不對 我剛剛有沒有看錯 那是廟,我們講客家好 廟品 就是廟前面的廣場 對 那是真的嗎 我沒看錯吧 那在哪裡 那個是在大溪老街的旁邊 因為大溪老街就是 老街裡面有一個廟 廟 福人公 福人公 對,他福人公 對 那是多久以前 這個影片應該是兩年前 我們有去的 演出的影片 金喇叭通胸五重奏到現在 多長的一段時間 這個團 四年 四年 四年的時間 不過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要叫金喇叭通胸五重奏 通胸五重奏 我已經知道 因為你們是管樂嘛 以管樂為主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叫金喇叭 那我們 感覺很像吃的 有沒有,淋嘴 我們其實組一個團 最重要的是它的團名 可是我們五個就是當 那時候在練習的時候 一直想不起來到底要用什麼 然後我們就另外一個音樂總監 他就說 那我們就叫金喇叭好了 真喇叭 金喇叭 而且金感覺就 你知道我比較氣勢很好 而且你們這個 同管其實以吹奏為主 對 以吹為主 所以我比較想知道是 確定就是五位 對 這五位各負責什麼 剛剛我知道松廷負責的是上帝音號 上帝音號介紹一下 上帝音號就是 它是一個中低音的樂器 是 對,然後它的音域大概是男聲 所以跟你講話 講話的音頻差不多 真的假的 對,差不多 講話的音頻差不多 試一下 大家好 好,不要鬧你... 讓我們聽一下聲音好了 這個就是靠著我們唇 嘴巴的震動 因為我看得非常非常的近 這比較...應該算中低音 對,中低音 所以還會有更低的 對,還有更低的 所以它叫上帝音號 那團長呢 是吹小浩 小浩 大家看到 小浩 大家應該比較熟悉小浩 譬如說我們在很多電視的節目上面 也會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樂器 對不對 你看到高亢的劇情的時候 大部分都...很多都會有小浩 對,譬如來,也要試一下 軍樂隊最常吹的 是 是 不對起床 這是人不住想要這樣 對,卡住了 就是比較高一點,對不對 那除了二位,另外三位呢 團長介紹一下 另外三位,我們還有一個法國號手 他是佳華 佳華,然後還有一個小喇叭手 是因為我們的音樂總監 是 好太小喇叭 好太小喇叭 然後另外一個是 丁號是上肩,往上肩 對 因為通常我們都會 在看到一個樂團的組成 譬如說要有弦樂 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 鋼琴這樣子為主 很難得我可以看到這樣 以童管樂為主的 對 當初是誰發起 要組這個五重種 其實是有一次 就是我 因為我在當完病以後 有出國去... 是 去考試三個月 後來回來 然後那天晚上就是 大家我們去 回去原本的樂團開會 對 晚上的時候大家說 那我們出來吃飯好了 原本的樂團是多少人 大樂團 大樂團 四十幾個管樂團耶 對... 那是氣勢很磅礡的 對...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我... 後來我沒有帶那個樂團 那出來以後 大家就吃個飯 吃一個人說 上去 你都回來 那我們去 做個通關五重奏街活動好了 是 當初應該就是想要 多賺點錢 對 因為就是表演嘛 一個室內 越這樣出去這樣表演這樣 是 然後後來就... 好啊 那我也不知道想要找誰 然後後來一直想 那我問看林雲紹好了 然後後來我就... 我說如果他可以的話 我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我很常跟他搭 對 然後後來打電話給他 他說可以啊 我們就組起來了 就這樣組起來了 就這樣組起來了 一直從一開始到現在 都是不變的這五個人 對 那我也很好奇 我們再回到一開始那個影片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一般我們看到的 這樣子的演出 一定會是在 譬如說 文化中心啦 或是國家音樂廳集的演出 你特別選在這個廟屏演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我們要請一下這個 松庭跟我們說一下 我覺得就是我們音樂 就是比較貼近人心的 對 我們演奏的音樂 就跟大家比較接近 對 大家比較接近 那如果一直都在 音樂廳演出的話 其實就失去那個距離感 對 我覺得那個距離感 就會增加 就是拉長了 拉遠 對 拉遠了 然後我覺得 廟宇又是我們台灣文化裡面 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那廟通常前面 都會有一個小小小廣場 那以前這個廣場都會做一些 就是歌仔戲 或是有一些類似這樣子的活動 對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想法轉換一下 轉換一下就是 我們演出一些 譬如說台灣民謠 或是台灣熟悉的歌曲 然後經過我們五個人這樣子改編 對 我們音樂總監這樣改編之後 然後放到這個場地來 然後我們每 這次大概做了大概六七場吧 會想都還不錯 都是在廟的前面廣場 對 廟的廣場 我覺得這是非常特別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覺得 學樂器我們都會覺得 哇 學一個 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樂器 這樣講好了 譬如說吉他 譬如說鋼琴 譬如說我們要學這樣的樂器 是比較 一般人比較難得可以接觸到 對 很難 那你們都是本科系嗎 我是 松廷 松廷你本來是學什麼 我是物理系 物理系 物理系 好 那團長呢 我就從小到大都科班 都是科嗎 對 對 大學念的是 台灣藝術大學 樂系 真的好會 沒有沒有 真心很痾 所以 因為自己是本科系 然後再加上大家志同道合 然後從大的這個團裡面出來 組成的這個金喇叭五重奏 對不對 剛才說幾年的時間 四年了 四年時間 你有沒有算過你們巡演的場次有幾 多少場 大概 應該有 就你們五個人 你說從以前到現在嗎 對 從一開始你們五個人 第一場到現在 這是我很好奇 我那時候算是 五十八到六十場左右 五十八六 其實算很多 那是去年算的 那是去年算的對不對 所以還不包含金名 對 那這樣子這樣算起來 也要到六七十場 差不多 好了 這麼多的場次 等一下還有很多很精彩的演出 等一下有沒有現場 可以聽到他們在演奏的機會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とか 沒有 那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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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